周总是带了到小题目 这个题是个开放的 开放式的 对对对 他不一定有标准的案子 就是说未来登陆月球 你最期待中国人在上面做什么事情 给大家几个选择 看看大家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 第一个选择尽量地走得更远 比如说我们驾驶月球车 到尽量远的更大的范围 A 刨远点 对 B 我们在月球上钻一个很深的孔 挖深点 第三 我们做一个实验 比如说在月球的生存 刨远点 挖深点 玩大点 选A的有多少 咱们一块 选A的 选A的 就他一个人选A 那就只有我了 因为我想的比较简单 因为我个人对月球的了解 还比较有限 我先有一个跟广泛的了解之后 我再能确定我的第二步是要挖深一点 还是做一个大的实验 先开拓眼界 对 是的 看远一点 是的 好 说得很好 这是他自己其实对人生的一种态 选B 挖深点 钻个孔 把月球比较深处的岩石样本 采出来 有多少 想干这个事 全是男生 你看没有 也有女生 但人很少 你的理由是什么 当代地球的资源 已经越来越稀少了 大家都在想 是如何登月 有没有想过 如何真正的某一天 我们可以把地球完善得更美 把我们的故土完善得 像我们心中所想的一样 为我们的后代 一直都可以生活在地球当中 用月球可用的资源 来为地球服务 我连看都不用多看 他一定是个文科生 你就听 你就看他回答问题的这 这种浪漫的这种语态 学文科了吧 对 好 请坐 说得对 就是人类尽管在太空中越走越远 但我们的家园 我们的根儿还是这颗星球 当然我们今天所做的工作 也是未来有一天 如果能够移民外太空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 要让地球未来有一天 无法忍受人类 不希望这一天到来 所以把家园建设好 这一定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事 第三件事 尝试做实验 用月球本地资源 支撑人类在月球上的活动和生存 都喜欢玩大的 选C的是占大部分 占大部分 你说说 我选C是因为我觉得 人类在地球上生存了那么多年 是从原始文明 到现在高度发达的文明 是通过一步一个脚印 踏出来的 是通过实践 得真知 去探索出来的 因为我是理科生 所以我觉得 我已经看出来你是理科生了 所以你要看一看 人类在新的环境当中 还会有怎样的潜能 能爆发出来 创造 发挥自己的创造 好 请坐 这三个答案在您心中 如果您自己选的话 这三个答案 选择哪一个应该都是对的 这三件事情 我们都会尝试去做 我相信我们会一步一步地 去实现这些事情 我今天听得很高兴 我们年轻人 志向远大 是吧 我们很多人愿意去选择C 就是说 这是一个利用原位资源 在支撑人类 在月球上长期生活 技术上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但这也应该是我们的一个 雄伟的报复 就是说 人类不能仅仅生成 地球的家园里面 人类一定要在寻找 新的生存的空间 所以说 有报复 有志向 是非常重要的 谢谢 谢谢周总监 带来的这段 开放式的讨论特别有意思 就是它不是有固定的标准单 但是周总是能够看到 我们普通人 对于中国载人航天的关注 包括对未来探月工程 我们的兴趣点 和我们脑海中的想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都有可能成为 未来航天科学家的灵感